三级的熊猫阵亡 不死也是亏了很多的部队 双方这一次 像 这个这一张的结果啊 暗夜还是稍微亏了一点 毕竟是英雄阵亡 而不死在这边 现在巫妖已经是两级过半 而且有了四级的死亡骑士 英雄等级上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 理想的状态 稍微练一下级 双英雄如果能够都提升到 提升到一个五三的水平的话 后面暗夜将会非常的难打 央阵亡这名选手虽然说并不出名 但是在刚才这一张当中 我们看到他的细节上面的操作 还是非常的不错 并没有选择练完 有点气弹对手在后面抓自己吧 一个阴影 到对手的分框去看一看 有没有开矿的意图 不要升到三级 他家里还在补充着天鬼 囤积的金钱数量也是比较多 有600的块钱 单矿囤了600的块钱 打到一个大鞋瓶 由于自己天鬼数量并不多 所以也并没有购买群补 现在暗夜就是在等自己的熊猫 虽然说是升了三本 但是现在能够享受到三本的好处 就是这一个毒球 月景之春也没有升级 金水的量也不足 这次继续练击 把自己英雄等级继续提高 如果能够把死亡垂势提升到五级的话 那么下一波 暗夜 他将会非常的吃亏啊 另有面具 增加自己英雄四点的力量和敏捷度 不过被对手抓了一个 MF 幸好自己空中的部队 想要逃走也是比较容易 独妖单船 杀得死吗 杀不死 因为熊猫的火刚才喷过 而空军都是在树林上方逃窜 这样的话对手的小鹿 也是不方便对自己进行追击 这一个天鬼 虽然说降了下来 但是并没有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 人口方面 暗夜是49的人口 而不死足是40的人口 现在开始造地鬼 以为自己的木头吃紧了 刚才那一张当中 自己所有的小鬼 小狗都是死掉 双方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拼了一个军事 暗夜开矿 现在是50人口 选择了开矿